Clutter isn't just physical stuff It's old ideas, toxic relationships and bad habits 不只是物理的东西会造成杂乱、旧想法 有毒的关系和坏习惯也会 并且勇敢的去圆梦 欢迎来到这集的学艺女环游世界播客 我是你最最喜欢的主播Lily 那今天我们一开始呢讲到这个断舍离 其实呢这个词呢真的不是只有讲到说我们的生活空间 其实它更进一步的最深一层的这个简化生活运动 其实应该是要来简化就是我们的那些旧的想法 还有那些一直带着的一直陪伴着我们的这种有毒的关系 大家不知道这个有毒的关系在英文里面 应该是英文翻中文过来的吧 我不知道中文会说怎么讲 就是有毒害的 toxic relationships and bad habits bad habits就是坏习惯 clutter isn't just physical stuff clutter就是指这种杂乱 物体的杂乱或者心理的杂乱 都可以讲clutter 不是只有physical stuff就是身体之外的 它是具体的东西也可以用physical physical stuff具体的东西 isn't just 就是不只是不只是这种物体的东西呢 it's all ideas all ideas就是旧的想法老的想法 toxic toxic就是有毒害的有毒的剧毒的 还记得这一首歌大概有二十年前吧 反正就是小甜甜布兰尼的Britney Spears唱了一首非常有名的歌 就是toxic 那那时候才知道说 哦这个字就代表这种很有毒的 就是像这种蛇被蛇咬到那种 poisonous也可以这样说吧 就是非常有毒害的这个字 因为如果你有看过那个 在那个MTV就是音乐影片啊 就会知道我说的里面就是在讲一个就是很有毒的关系 是toxic relationship最好的解释 比如说 比如说两个人 然后那个女生总是就是穿得很漂亮 然后就一直逼着男朋友要说 我这样穿很漂亮对不对 是不是 然后呢只要他就是头一滴 觉得他穿得不好看的时候 他就会捏他大腿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你永远都要说我最正点啊 这种关系其实是非常有毒害的关系 当然有好多种例子啊 这只是其中一个 对啊 toxic relationships and bad habits 就是坏的习惯 所以呢 如果说你就是有这种抽烟啊 吸毒啊 或者是说喝酒啊 这种坏习惯 其实他也是对你身体会造成很毒害的这个东西 他也会造成你心灵的杂乱 All right So let's look at today's reflective question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挑战的反思问题就是 我们已经进入day 20期了 第20天了 How does a clutter-free environment contribute to your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干净整齐的环境如何促进你的幸福和福祉? How does a clutter-free environment? 这个how does就是如何 clutter-free就是指没有杂乱的 environment是指我们的空间 我们的环境 contribute to 就是促进 促使 contribute to your happiness 就是你的幸福 happenness它是就是快乐名词 但是它也可以解释成幸福 and well-being 就是你的这个福祉 就是你的这整体的这个整体的健康 well-being 好的 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真的觉得我现在虽然在旅行 但是我碰到的一些就是接待我的这些主人啊 他们的家 或者是我现在抵达的这个瑜伽中心 我在这边会做一个月的志工 他们都是非常干净整齐的地方 每天都有人打扫 不管是志工或者是他们自己雇佣的清洁人员 就是非常干净整齐的一个习惯 而且就是因为你每天都做 所以你不需要做很多 这个环境都会一直都很干净 so for me I'm very lucky that even though I've been traveling 就是说呢 我非常开心非常幸运的是 that even though I've been traveling I've been able to stay in some very clean environment 就是说 我很幸运 就是说虽然我现在在旅行 虽然就是even though I've been traveling 就是说我正在旅行 I've been able to stay 就是说呢 我一直都可以就是住在 因为是短期的住嘛 所以不用love 用stay in some very clean environment 就是在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呢 very clean就是非常干净的 environment就是环境 this has encouraged me 这个呢 也就是鼓励了我去做什么事情呢 to help maintain cleanliness cleanliness就是整洁干净的意思 它本来是clean 它变成名词呢 就会加上l-i-a-e-s-s cleanness cleanness because I often share these spaces with others 因为呢我很有这个觉知 我一个人的话其实是挺随便的 我也不是太脏的人 但是呢跟别人住在一起 又为了要让别人舒服 就会用又更干净 so I often share these spaces with others 虽然我有干净的空间 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是要跟别人分享的 a clean environment not only makes me feel more relaxed 就是一个干净的环境 not only就是不止呢 会怎么样 make me feel 就让我觉得 more relaxed 就更放松 but also motivates me 但是呢也怎么样 也motivate就是激励我 to take care of my surroundings 就是去让我去照顾我的环境啊 因为我知道有人嘛 有人跟我一起分享 and be more mindful of the people I share them with ok所以呢就是说 我也会就是比较留意 我自己做的事情 比如说像我今天早上就 我室友就会跟我讲说 因为我五点不是就出去这个 出去做这个早起仪式吗 然后我关门的时候 我忘记把帘子拉起来 就那帘子就是 呃外面的那个阳光就会照到他的脸 让他就是睡觉 我说不是太舒服吗 他就直接跟我说 我觉得我也很感谢他 因为我觉得这的确是我们自己的习惯 呃有时候如果我们的习惯都没有去顾及他人的话呢 这样子我们怎么样去去共同打造一个更舒服的空间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我就是有注意到说 我原来我自己一个人住的话可能连子都不会拉起来 因为但是现在有人的话其实就是照顾别人的想法 还有就是有时候像我今天就是一手拿着茶 一手拿着水 然后我就是在关门的那一刻 因为我就是用我的肩膀推门嘛 推门推出去之后我才发现 蹦一声那个门就整个就直接打在那个门框上面就很大声 呃但是在我门后已经有人在 在了但是我却没有留意到这个门框 后来就是我们大家有在聚会的时候 这边的主持人就有讲说 哦我们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那个门框的那个那个声音 因为就是也是要避免就是那些声音都是会让人家觉得不好受 其实就是稍微注意一点就可以避免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过去可能就是比较少想过 但是我觉得真的有有注意到这些细节的人就是让彼此都很舒服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一些小动作就是要为别人着想 就是说这个世界呢不是就是靠自己 其实我们都是靠着很多人 其实你只要这样子想你就会发现你就会有浓厚的感恩之情 比如说像你身上的衣服 这件衣服呢他透过工厂的人工也好 还透过卡车然后透过载运到市场 然后透过别人可能设计过什么的 然后到了这个店铺 然后这个店铺呢再可能就是在在请人把它发布到网上 然后你网购了然后再请人送到你家 这些都是要靠好多人 所以这样想一想 其实我们如果可以留意一下我们自己的行为 让别人舒服一点这有哪有什么啊 想一想这样子我就会觉得说天哪 我的身上这一件衣服至少透过了不止十个人的手 才到我的身上 其实这样想一想就其实蛮感动的 因为就算我有付出我自己的金钱也好 但是呢我真的觉得可以让那么多人服务我 真的是很幸福的事情对吧 所以我们如果先让自己的行为就是也可以帮助别人感觉到这个环境更舒适 那有什么不好 所以我自己的话是这样子感觉 就是觉得说我自己因为这样子 因为我留意到我是在跟别人分享这个干净的环境 所以其实呢我打烧起来我也会比较勤劳一点 我也会比较留意我自己的这个周遭的环境 不要给别人造成影响 但有时候我可能不知道 我都会请我的附近的人就是直接跟我说 so a clean environment not only makes me feel relaxed but also motivates 注意到我这边用了一个motivate 就是说因为这件事让我有动力 to take care of my surroundings 就是去照顾我的环境 and be more mindful 也更留意of the people I share them with ok 所以我现在可以在这么干净整洁的环境 其实我每天只需要出一点力而已 很多人其实在背后都帮我做好 都帮我铺好路 帮我洗好碗 让我用干净的碗 帮我就是打好打烧好厕所 打打烧好卫生间 或者是帮我洗了床单 然后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甚至都还没有办法用机器人替代对吧 所以呢我真的觉得挺好的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就是可以更留意一下 这些干净的环境 不仅是促进我们的幸福和福祉 有一天呢你邀请更多的客人来到你家里 或者是你去建立更多关系 你可能会有新的就是伙伴啊 或者新的伴侣啊 进入到你的空间的时候 他们也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就像我之前有讲过 其实我之前是一个非常杂乱的人 但是我是遇到了我的就是有几个男朋友 就是亲密爱人 我发现他们都比我还要整洁 我想说男生是怎么回事啊 就好家里好干净一成不染 然后你一个感觉就是觉得 哇他们家教一定很好 妈妈有有在教 然后呢又是很干净的人 你马上就是对他的印象就会好起来 所以我也是因为他给了我这样子的环境之后 我就会觉得我就会比较留意说 我自己自己怎么样子去改进 我也可以给他这样子的环境 我不需要就是变成他的负担 到了他家里之后反而他每次我走了 他就要顺手帮我去收我的垃圾啊 或者到我的就是去擦我的脚印还是什么的 我就尽量也是做一个好客人吧 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彼此彼此 好的所以呢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啊我们不是在学英文 现在怎么在学简化生活 学断舍离 我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因为其实英文的这个话题的范围 都是非常广泛的 我觉得去理解一些身心灵的话题 也会让我们的就是说话更加有深度对吧 如果你可以跟你的朋友 聊这个英文的断舍离的话题 我相信你也会透过这些比较深入的话题 然后更了解你的朋友的真正的想法 好的我希望呢就是在这个片段里面 我们还是可以学习一些比较难的英文单词 比如说No.1 Maintain Maintain M-A-I-N-T-A-I-N 它是动词Maintain是维持或者是保持某个事物的状态或条件 No.2 Encourage Encourage E-N-C-O-U-R-A-G-E 它是动词是鼓励 Encourage是给予信心去做什么事情 好的接下来是No.3 Environment Environment是环境 E-N-V-I-R-O-N M-E-N-T Environment 好的接下来是Mindful Mindful 这个是M-I-N-D Mind是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头脑 F-U-L 它变成形容词 它是注意的流心的Mindful 然后接下来是No.5 Motivate Motivate 它是M-O-T-I-V-A-T-E 动词去激励 Motivate 好的好的 对那就是也鼓励大家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干净的环境如何促进你的幸福和福祉 或者是如何促进你亲密爱人的你周遭的人的幸福和福祉 不要觉得说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利我的行为 其实你会发现你把自己做好之后你的所有事情都是理他 How does a clutter free environment contribute to your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你的整体的健康 well-being 好 好 不要忘记了就是你现在也可以跟我预约一个一对一的通话 就是如果你也想要跟乐利一样去学英语环游世界打造一个就是线上的事业 或者是想要说好一口流利的英语 或者是让我为你就是规划这个环球的旅行的话 你可以跟我预约一个三十分钟的免费通话 那就是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会在线上进行 它是微信的通话或者是这个zoom的一对一的这样子的通话 并不是就是我你加我微信我们在线上聊 因为这样子聊天我觉得可能会很没有效率 直接就是看看你的这个问题烦恼 看我可不可以跟你解决 或者是说我们适不适合去合作 都要透过这样子的面谈才能知道 如果说你想要就是进一步跟我就是去联系的话 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可以在线上约 那你必须要写信给我 我的这个邮箱是boss at flywithalit.com boss就是boss 就是老板的意思at flywithalit.com 好的跟我预约一个最近可以通话的时间 希望你们都有非常棒的一天 Have a wonderful day everyone I'll see you soon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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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